我在出版社那些年 我们出版社呢 编辑部里是了个人 有时候走一个人来一个人 总是要有个小活动 我记得有一年 我们有一个人离开出版社 有一个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团体里 所以大家喝了顿大酒 这酒喝成什么样呢 喝成就是没醉的人都希望自个儿醉了 要不然太麻烦 醉的人太多 依次都得往家送 我们有一个这个女编辑啊 自个儿喝酒喝大了 然后回不去家了 想不起家住哪了 然后就敲我们家门 然后就说哎呀 马维都啊 你能不能行行好啊 把我送回家呀 我实在找不到家了 然后他一走 我太太就问我 说他找不到他家 他怎么能找到咱家呢 那时候我们家就住在出版社 那历史上也这种事多了啊 这这个黄亭坚啊 历史上呢 这个也喝大了啊 住在这个朋友家啊 然后呢 还得跟朋友借书啊 就是借苏东坡的书来 然后写下了一个帖 这个帖叫军仪帖 这个帖呢 你今天可以看 在这个古工博物院 那个字你一看就是喝多了 那笔都拿不稳了 那苏东坡呢 当然也是没少喝酒 到了黄州啊 被贬黄州以后呢 他还写下说夜饮东坡 醒覆醉 你看 喝多了啊 一会酒醒了 一会又醉啊 这种往往都是酿造酒啊 归来仿复三更 家童鼻息以雷鸣 敲门都不应 倚仗听江声啊 你说 我这喝大了 这个家里的这家童 怎么敲门都不起来 我只能拿这个棍 听着江水有声 啊 松坡还是比较有情趣的 喝大了还能写出这个来啊 那么唐诗颂词里 对酒的描述呢 其实都是比较艺术化的 都是往高了说 到了明清小说的时候 就就比较具体啊 他就 比较写实事了 你比如三国演义里 桃园三结义啊 这个结义这个事 只按照原文来说 就是刘备和张飞 先在大街上看榜 偶遇 然后一起到那小店里去饮酒 后来关羽才推着车进来 三个人喝着酒 就把结义的这事提上了日程 转天就去了桃园 宰杀了乌牛百马 焚香蒙事 举酒结义 这才有了不求 同年同月同日生 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你看这酒 就有了中意的味道了 那梁山伯好汉 喝酒呢 肯定是非常豪放的啊 比如鲁之深喝酒啊 咸树上的乌鸦炒都烦人 还不吉利 所以就倒拔垂扬柳 对吧 霍炎罗 阮小七 朝廷第一次对梁山伯昭安 给了108坛酒啊 阮小七在船上 和手下的十几名兄弟 一起就喝光了所有的 这个玉酒 他自己至少喝了十坛以上 所以你看这个 水湖里描述这喝酒啊 往往跟这些 这个义气搁在一起啊 那么你在看这个 这个西游记啊 古典小说都写这个 喝那长生不老的鲜酒啊 《红楼梦》里喝的是什么 都是很雅致的酒 都得玩酒令啊 这酒令里有这个花鸣签啊 这个是里头每个人抽签啊 不管是牡丹 海棠 杏花 芙蓉 你抽着什么呢 投一骰子 然后显示几点 你就应该怎么着怎么着啊 这些都是使酒呢 喝酒的时候多一个乐趣啊 我们再看看我们近代史上的小说啊 这个喝酒给我印象比较多的是 鲁迅先生写的小说 比如孔宜己啊 他上来就先介绍鲁镇的酒店的格局啊 是穿短衣的 做工的人啊 买一碗酒就站在柜台外喝 你能想象那个特点啊 买这个穿长衫的呢 就阔绰点 然后要酒 要菜呢 就可以进店里喝 而孔宜己是站着喝酒 唯一穿长衫的人 就是自己那个没那么多钱 还在这身形头还不能不能落了牌 所以等孔宜己腿被打断以后 鲁迅描写孔宜己进入酒馆的方式呢 就更是一绝了 说我温了酒端出去 放在门槛上 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 放在我手里 然后高潮就来了 你见他满手适宜 原来他是用这手走过来的 你看这个人都这样了 腿都断了 还在忘不了这喝酒 老舍先生的这个文字中 也记载了大量的酒事 他在《中年一诗》中就说 贫为亏心眉不索 钱多买酒 有相亲 你看他这拿钱换酒 可见老舍先生还是非常重感情的 他这个儿子 就是这个书以就回忆到 说他这个 我跟书以先生还算挺熟的 他说他父亲酒量很大 雷宇的曹宇 剧作家 说他那酒量不济 每次喝完酒 钻桌子都是曹宇先生 那我们喝酒 喝酒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就是这个酒量 你能喝多少酒 中国人说五酒不成习 今天也确实是这样 如果说有个 有个事吃个饭 要是真是一口酒都不沾的话 这桌子上不够热闹 那但是呢 这个酒呢 每个人的酒量是不同的 过去有句话叫酒账怂人胆 是吧 就是你那个喝酒 喝下去以后 你有时候可能平时不敢说的话 这桌子上就敢说了 但是这个酒量呢 它涉及到一个酒品 不是每个人酒量越大 酒品就越好的 真有这样的人就是酒腻子 一上桌就醉 这个我就碰过这种人 醉不爱跟他喝酒 就是他上桌就醉 一醉呢 就殃及所有人 所以这 你只要这桌饭上有他 这桌饭一定是不愉快的结局 而这酒量呢 也跟人的体魄没关 你比如有200多斤的那胖子 男人啊 他喝不过80公斤 80斤不是80公斤的小女孩 你看那女孩瘦瘦的吧 一定能喝死你 你喝不过他 你也不一定说 北方人就能喝 南方人不能喝 南方也有能喝的 我觉得当然也有民族不同的 我见过那俄罗斯人喝酒 那个厉害 据说这能不能喝酒 他在科学上啊 在你的人的这个基因谱上 就能够体现了 就是说你的解酒媒越高呢 你的这个酒量就越大 如果你的解酒媒的水平很低 你怎么喝你也是死 他跟你决心没关 所以喝酒我认为适度最重要 千万不能喝酒伤身 年轻的时候啊 每个人都喝酒的时候都会斗 斗气啊 有的但这个我年轻也这样 我并不是说我到这会我来教育你们 不是我年轻也这样斗气 跟人喝酒的时候呢 总想把别人喝翻了啊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喝酒啊 去的时候就双方不怀好意 都是想把对方喝翻了啊 那我一去我就说 谁煮喝啊 你那边找出一煮喝的 你不能一桌子人逛我一个人 肯定不行 咱俩一个对一个 那咱就喝 喝的时候都得注意啊 很多人喝酒不规矩 不规矩我告诉你多不规矩的啊 喝酒不注意到往后到 有人撇着那窗帘到窗帘上啊 还有人到那毛巾上 不是老发毛巾吗 你发现这餐桌上 有人老叫服务人员 换那毛巾的人 那人就有可能喝酒耍赖 他喝完酒以后 拿毛巾一擦嘴 就吐那毛巾上了 一会他就叫你换毛巾 我们那时候耍不耍赖呢 有时候也耍赖 怎么耍赖呢 你比如说有一年啊 我跟人家喝酒去 喝酒那人就是想惯我 他自个说的明明白白的 他说我就不信 我喝不翻你 我说那好咱来喝吧 然后我们就去了 去吃饭当着刚坐下来 他就说先来一瓶白酒 我说干嘛来一瓶啊 咱就来两瓶呗 一人一瓶 好吧 说自个儿倒自个儿的 别互相倒 互相倒 谁也不知道谁多倒少倒 谁倒撒了 那耍赖 咱自个儿给自个儿倒 如果倒撒了呢 自罚一杯 然后那人一看我那个样子 就不敢了 就不敢了 他就你这个阵势就把他下了 他本身的酒量是有限度的 喝酒量大小是一回事 快慢是另外一回事 有人挺能喝 他一定是喝慢酒 喝着喝喝着 还能喝醒咯 他喝快酒也不行 一杯酒下去 他能喝八两 但是这半斤遮去 他也就遮了 所以喝酒呢 就是我真的是不提倡去拼 就是喝舒服为好 我们这个喝酒啊 他还有一点是必须说明的 就喝酒呢 他有年龄限制 各国都有 美国大部分的州限制是21岁 比我们还晚 我们18岁以下是禁止喝酒 禁止卖你酒的 国外对这个执行很严格的 你非成人 你的自控率就差 你就不能太年轻的时候去喝酒 尤其不能在外头公开场合去喝酒 还有就是老生长谈 你不能喝酒的 就是你开车肯定不能喝酒 我们酒驾的事部年年都有 虽然一年比一年少 我们罚的一年比年重 但依然还有 这个有的国家的这个酒驾的罚的比我们国家重的多 我们现在好像觉得我们我们现在酒驾罚的很重 还要判刑干什么呢 在很多西方国家 你包括在新加坡 罚的都是比我们都还重呢 所以喝了酒一定不开车 不要侥幸 你要酿成大祸呢 他不是罚你了 是你终身要背这件事 我们再说说礼吧 礼这个字呢 今天不怎么用啊 一个油字边 凡是油字边都跟酒一定有关系 这边呢 也是个礼 但这个礼呢 像繁体的风字啊 说完解字 解这个字呢 说酒一宿熟也 就说这个酒呢 是这个 一夜它就能熟了 古人认为礼呢 是一种甜酒 甜酒 有点像今天说的那种 牢骚 牢骚 牢骚不是甜的吗 因为今天大江南北 都用当地的粮食 自酿牢骚 我就挺爱喝那牢骚的 就是我们有时候也说 就是一个米酒 它一晚上就能酿成 所以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讲呢 这种牢骚就是一种甜酒 那么剩下的那个啊 就是喝完的那个汁是甜酒 剩下的那就是糟 汉代这个王冲论恒这书很有名 他说酒里义气 饮之皆醉 他说你喝多了 这东西就醉了 那么孔子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甜如礼 他说的是个道理 就是君子之交 我们讲究就是 每个人都是相敬如宾 没有各种金钱的往来 但小人之交呢 他就会有甜言蜜语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礼这个酒 它是很甜的 很容易入口的 很容易取悦于人的 那我作为华人雪花礼的文化大使呢 我多次喝过这个礼啊 中国人讲究什么呀 至礼代嘉宾 这个酒啊 它不能牛饮 就不能说好 你这一杯接一杯啊 受不了 这个酒的度数 它偏高 它非常适合呢 朋友之间聊天 交心 畅谈 也适合你一个人在书房里呢 慢慢的读拙 你在书房里 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自己开一瓶礼 在制杯里倒入那酒 那个大小合适 攥在手里也比较舒服 你可以在书房里获得一种极佳的饮酒体验 我们的酒啊 你看跟西方的酒比较起来 我们的烈性酒 一般情况下不适合自饮 但西方的烈性酒是可以的 比如威士忌和白兰蒂 它可以一个人在家里倒一杯 在书房里 在客厅里自己喝 但我们的白酒很少有这种现象 但礼可以 礼可以在家里呢 就是自酌自饮 非常惬意 他这种感受呢 恰好啊 是白酒 到那种比较清淡的酒之间的那种感受 这种感受呢 只有你喝了你才知道 那酒文化啊 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出现 大概在史前 我们就开始有酿酒活动了嘛 养烧文化可以找出来 以素 鼠 水稻等原料的这种酿酒 华润雪花这款礼的诞生呢 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千年的酿酒文化的一个致敬 它在传统中呢 这个不守旧 在酿造中呢 继承了这种古法 古礼的这种原料 选用的有机素啊 薯啊 一米和兰州的百合干 在创新当中呢 它又不出格 采用高香麦芽 焦香麦芽 结晶麦芽和低溶解基础的麦芽呢 搭配 突出了这种麦芽风格 适合现代人饮用的这种偏好 和口味偏好 每个人口味是不一样的啊 同时 礼的原麦芝的浓度呢 是18.8% 酒精度呢 大于或等于8度 你知道啤酒一般就3度啊 非常适合 这个社交艳饮时候的那个 那个度数啊 它是既不高又不低 那么这款酒既恢复了传统啊 又有创新 它是为我们 就某一种酒呢 填了一个空白 华人雪花希望通过礼呢 致敬中国千年酿酒文化 使中国的啤酒能够真正的代表 中国的酒文化 我们今天啊 酒类销量最多的一定是啤酒 不用问 可是啤酒呢 来中国只有一百多年 啤酒的皮子 都是个生造的啊 是从英文beer过来的 刚进中国的时候 中国人都不知道这叫什么酒 都管它叫马尿啊 都是散装散打的 七十年代上个世纪啊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北京到处 那个商店那儿都有排着队 打酒的场景 有拿暖瓶的 有拿锅的 有拿盆的 甚至拿塑料袋的都有 那么发展到啊 后来大绿棒子装的这个啤酒 再后来又发展到罐装啤酒啊 尤其是黑啤啊 我这个我们那代人 我比较喜欢黑啤 因为黑啤它比较浓郁啊 它有劲 酒精度大一点 生啤我就觉得它太淡了 黑啤的酒精度就比一般的啤酒高啊 现在技术更好了 据说这个德国有六十多度的啤酒 那个啤酒我没有喝过 但是它一定是用冰流技术制作的 我们说的蒸馏酒是用高温技术蒸馏的 把多余的水分这个蒸发掉 剩下的就是你和酒精的混合物嘛 就是酒 那冰流的技术呢 是用水的凝固点呢 比酒精高的特点 然后把这个用低温把水分提出去 那剩下来就是混合酒 酒精度比较高的这种酿造酒啊 但这个酒它不是用高温 是用低温 啤酒对中国的影响是越来越深的 它不仅仅是因为啤酒本身呢 含糖量高 糖能给人快乐嘛 还是因为它价格低 大家都喝得起 我们年轻的时候能喝的酒 也就是啤酒了 这个葡萄酒那时候都挺贵的 白酒更喝不成啊 就喝不起 我们今天想啊 回过头去 你比如说想我喝酒的历史啊 就不同时期呢 有不同时期的酒文化 就是年轻的时候啊 我觉得真的是爱喝啤酒 尤其一群人聚会的时候 开一箱啤酒啊 显得又足够量 又没多花钱 所以喝起来谁都能喝两口啊 不能喝酒的人也能喝两口啤酒 所以呢 啤酒是成为我们喝酒的一个主流 那再有就是红酒和白酒 那么红酒呢 相对来说就贵一点 那么白酒就成本就更高一点啊 现在我们白酒有的这个白酒的价格还是挺高的 那么酒是这样啊 不管你喝什么样的酒啊 那也不管你是什么年纪 喝酒呢 它是一种社交文化 有的人生性喜欢 有的人没那么喜欢 那喝到什么时候最好呢 我认为喝到微醺最好 这个说什么叫微醺呢 就是 你说的时候有说话意 看谁都很高兴 这就说明你到位了 这时候就要控制自己不多喝 我曾经在做官复都督这节目里 说过一句大话 我说我喝酒的酒量比较大 有一个指标叫平生没醉过 我为什么平生没醉过 不是我的酒量能让我平生没醉过 是我的自控力很好 当我发现我再喝一口肯定是醉了的情况下 我打死都不能再喝 这就叫酒品和酒德 那我们这款华润雪花的礼 可以用来满足一部分人 对高端啤酒的需求 彰显他们的与众不同 同时企业品牌的结构 也得以全面的一个优化 可以说做这个礼 这款酒呢一举多得 那我们这一集讲酒 所以必须要讲一个戒律 因为喝酒喝多了 它会误事的 所以有一个原则 你们记住了 第一是不贪杯 不贪杯 抱舔天物 多好的酒 你光光光的 最后都胡了八度 都喝肚子了 最后都吐出去 那真是抱舔天物 浪费了 第二呢 不逞能 不逞能 就是能喝三两 喝三两喝三两 能喝五两喝五两 但不能能喝三两去喝五两 能喝五两去喝八两 那就逞能了 第三个步呢 是这个 不较劲 跟人家喝酒 就是喝自己 不是喝对方 你较着劲 非得把对方喝翻了 最后自我也伤身 我们这一讲 讲的是酒文化 我们先看一个 很重要的酒具 先拿出一个 花样的碗来 这个碗呢 是这个花形的 有八瓣 这个碗有一个准确的名字 叫温碗 温酒用的 我们再把那酒壶 拿出来看看 你看 酒壶拿出来了 这个酒壶呢 是搁在这个温碗里的 温碗里搁成热水 这酒壶里的酒就热了 那么这酒壶还有盖 这盖是搁得上的 这盖上啊 实际上做的是个狮子 但是呢 它那个那时候 宋代的狮子做成 经常是这种狗的形状 所以有人管这种壶 叫狗头壶 俗称狗头壶 通过这个温酒器 这个温酒壶 我们可以知道 中国过去喝的 这种酿造酒呢 是喜欢喝热的 尤其冬季 尤其江南地区 冬季的时候都比较阴冷 喝一壶热酒呢 心里会非常舒适的 我们在古典小说中 也可以经常看到 温酒这个场景 或者这个情节 这个温酒器 我们看这个容量 就知道 这一个容量 我估计搁白酒一斤 可能都不止 而且倒起来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白酒倒起来就比较冲 但作为酿造酒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宋人的 这个生活情绪 我们可以想见 一千年前的中国人 在喝酒的时候 不管是两个人对应 还是一群朋友 一群家人围在这去喝酒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温酒器端上来 感受是不一样的 这种温酒器 是宋代景德镇烧造的 也叫影清 清白瓷 它是清理发白 白理发清 这是北宋年间的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 中国古代的温酒器 对酒文化的理解 也是有好处的 如果你想更多的 去了解这样的知识 你可以下载官复APP 官复APP上会有 这个更多的资讯 我们先把它收起来 先看下一件文创 那么这一套文创比较豪华 我们先看一下面部 面部上面写着 官复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 这是故宫博物院 唯一一次使用公标 使用公标合作的文创产品 这个产品做的比较奢华 所以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看一看 景泰兰做的鸡叶长青碑 可以看一看鸡叶长青碑 鸡叶长青碑是有圆形的 圆形在故宫博物院 这个鸡叶长青碑 是我们特意为收藏爱好者复制的 后面写着官复博物馆造办局 故宫博物院的公标 有着编号 这后面都很清楚 那么它是用传统的掐丝工艺 那么这个鸡叶长青碑 它造型不用说 这是传统的造型 这个绝碑呢 是我们最古老的酒句 过去人喝酒 就是用这种酒句 一饮而尽 我们青铜器 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这种绝碑的造型呢 就已经很普及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 家官进绝 绝就是这个绝碑 用这个绝碑代替绝位 那么下面这个托盘 因为这个绝碑是三足 高三足的 所以站立的时候不是特别稳 所以下面做了一个 凸起的山峰状态 叫江山永固 那我们看完了 刚才的这个景特兰的 吉野长青碑 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 一生如一排 这也是用景特兰工艺制作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这有十二种 就是十二个生肖 这个你不管你是多少岁 你这个有这样一块 一生如一的牌呢 是保佑你一生如意 你说这东西 它是原本是怎么 这个创新出来呢 我给你看一个原样 你看这块 这是文物自身 你看着它有点黑啊 不够亮 其实最初的时候 它是很亮的 它是银子的 这个东西重有十两 上面写的很清楚 叫太上皇帝遇赐养老 在清代历史上啊 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 都召开过两次千首宴 千首宴最大规模一次 就是在乾隆退位这一年啊 做了历史上最大的千首宴啊 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啊 最多的到一百岁 从天南海北 最远的从海南走到北京 来吃这顿饭啊 吃这顿饭要走一年 吃完了回去又要走一年 那么他对七十岁以上的人 每人发这么一块十两银子的 玉此养老牌 这个造型上面这个如意云纹 跟这个上面是一样的 整个造型是源自于国家提倡的养老 那么每十岁增加五两啊 最大的是有三十两的 至今一块都没有发现 全世界现在知道的这个 玉此养老牌 现在我知道的资料就四块 首都博物馆有一块 我这有两块 山东还有一块 那么后面上面写着是什么呢 秉承年啊 皇级殿千首殿重十两 那显然这个是给一个七十岁的 一个老人的 我们做这种生肖如意牌呢 是提倡人的一生的如意 不管你以后活多长 也不管你什么时候退休 你生活中一定是一个良好的心态 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比较如意